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共转世界永和平 难留天堂难天埋 亲耳天使天心海 不爱尊者独祖地 不散不爱生而开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守护您我的健康 台湾渐渐迈入高龄化的一个社会 如何营造高龄友善的一个大环境呢 从个人开始到社区的友善的一个建构 在这个单元里面 要来跟大家讨论友善失智这个议题 我们由专业的医师老师们来到现场 来跟各位观众朋友来讨论说 如何照顾失智症的患者 如何了解沟通 那今天非常特别能够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 副社医院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郭慈安副院长 郭慈安副院长你好 嘉芳你好 我是中山医学大学的医学系的副教授 也是医院的副院长 负责失智工作中心大家好 是我们很习惯就是叫慈安老师 在我们上一集谈到有关失智症的一些征兆跟治疗 在这个单元想要谈的就是如果家里有一个长辈我们或者是家人有失智症了 我们自己个人跟家庭我们能够怎么做 嗯好这个问题大概是通常呢家人在发现说我的家人可能疑似失智症了可能会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来真的可能觉得说一定要带他去医院诊断了 然后到底有没有没有有没有其实因为诊断的过程也要做很多的测试 很多的家庭都告诉我说当医生告知我我的家人有失智症的时候一则已喜一则已忧 就是说这么久的一些怀疑 譬如说他忘东忘西然后开始在对我说一些个性都改变了 骂我什么什么无缘故骂我嫌我这样子 终于知道不是他不爱我 不是他不爱我了对也是就是不是他真的说重男轻女或是什么是真的生病了 所以终于得到证实放下一口气这样子 但是同时也开始担心那得了这个病症怎么走这条路呢这样子 所以我们常常在说诊断的结束大概就是照护的开始 那所以今天的主题譬如说个人跟家庭可以怎么应对 我必须说在十年前的时候很多失智症的家庭真的很辛苦 他就是独自面对了 因为虽然外面也有一些资源 但是大家对于失智症的不了解 有很多很多的刻板印象 比如说失智症会诬陷你偷东西 失智症生气会打人 所以很多的像是像造福员什么他们也不大敢去照顾失智症者 但是如果观众朋友现在有在看这一集的时候 千万我要邀请大家利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认识 失智症其实现在就像有人可能是拿拐杖 有人可能是眼睛看不大清楚 在过马路的时候需要有一些特别的设施设备 他们就像其他的类似有一些身心上面障碍的朋友一样 他们是可以活得很正常 而且家庭也可以好好一起来面对 因为我们有一些神队友 所以整个社区 整个这个邻居 大家一起来多多认识 因为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不好的消息 其实到目前为止 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会得失智症的几率是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是迟早的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现在越有这个概念 家人们朋友们然后社区们 你以后越能够应对最好不要是你的家人 但是也有可能是你的邻居 或是你的表弟表姐兄弟姐妹这样子 那所以现在的这个看法 家庭跟这个个人可以怎么做呢 我刚刚要说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资源 然后很多的概念 譬如说一开始我们现在有长照2.0 长照2.0里面呢 为失智症现在有非常特别特殊的一些服务 譬如说轻度的失智症的时候 它可以去类似像我们可能大家熟悉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或是为失智者设的社区失智社区服务据点 这些就是失智症已经有被诊断 但是没有很严重 我还是可以去这个据点里面上课啊 去刺激一些认知啊 让我不要退化 这些很社区里面可能走得到的地方就可以去的地方 当然再开始可能再更严重一点点 可能有时候我会忘了吃东西怎么吃 或是生活上的这些上厕所什么需要有一些帮助 或是提醒了 那可能就是日照中心 或是有一些人可能有居服员 就是尝照所有的这些服务 现在呢政府也大力的希望服务失智症者 他们都要有特殊的训练 所以呢再也比较不会有人说 那是失智症我不接 我不会照顾 因为大家都有人才培训起来 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就是第一个 我觉得家庭跟个人可以去知道的 绝对可以善用这些资源 因为大部分的资源 大概有时候是免费 有时候是政府帮你出84% 所以自己出小小的16% 很多人以为尝照很贵 其实仔细算起来的时候 其实还很值得 譬如说试想 他如果每天真的都一直吵说 吃饭了没 吃饭你都没有给我吃饭 就这样子一直一直的重复的时候 家人可能不堪其扰嘛 那但是如果他白天可以到某个地方 有专业的人可以带他去活动 然后有足够的营养的午餐 然后有一些运动 因为其实运动很重要 保持你的体能 一般来讲 家人要互相叫家人运动很难 像我大概也叫不动我的先生去运动 所以你必须要靠外面的这些神队友们 他如果白天能够去哪里学习 他有得到专业的一些帮助 我也可以喘息 对不对 家人也可以喘息 利用这个时间休息一下 因为可能晚上回来 我还是要照顾他 或是利用长照的资源 所以这些我都说是神队友 那当然我们自己的家人们 或是我们的邻居社区 其实也要跟着进步 也就是说认识这个失智症 失智症是一个漫长的疾病 如果提早发现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给他介入 但是他毕竟大概平均来讲12年 所以他每一个退化或是每一个关键 可能有需要准备的东西 譬如说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这位失智者他有财产 他银行有一些存款 那我们要怎么开始来为他准备 大家要知道 失智者被诈骗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达大概75%左右 而且被诈骗的时候很难很难拿得回来 所以你即便上法院的话 其实能够赔偿的东西 有时候也是很少了 所以如果说他会常常去ATM领钱 尤其现在我们都硬而潮 大家其实都很自我管理你知道吗 或是我们有一个失智者每天看他的手机 在下订那个股票 哦这个 然后呢我都很担心 他到底做了正确的决策没有 是目前为止他好像都赚了 但是我也会担心到有一天 他会不会在他的判断力上 对那所以像也有人说 阿嬷的户头他每天都去领钱 都说我只要去买菜而已 去买菜而已 去领钱 但是问他说钱用在哪里 他都说不出来 那慢慢慢慢慢慢钱 现金都不见了这样 所以这里面也是家人可以开始预防的 譬如说可能有一些我们叫做辅助的宣告 或是监护的宣告 也就是说也不要完完全全 就限制他什么都不能做 他也会很生气 或许说好领钱可能一次只能够领300块 因为我们银行现在可能领到好几万都可以 或是说那个要做任何的柜台的领钱的时候 可能都要有打电话跟家人确定一下 他现在要领这个可以吗 有一个好像辅助他可以做决策的人这样 当然他如果已经都乱做决策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一位失智者 他把他的房子的地契策给他的居服员 对他就觉得说你对我很好 你实在很好 我拜你继续照顾我 所以他就认为说你就是可以照顾我的人 其实居服员也没有骗他 他就是要签给他这样子 他说儿女都不来看我 我签给你比较好这样 所以很多的法律跟财务的问题 家人都可以事先先准备 所以这些其实事实上一步一步 如果我们说有这么多怎么办这样 那其实我们有很好的资源 我们都把它整理成一个QR Code这样子 好那我们中三复一的这个失智共照中心 其实准备了非常多 而且甚至我们有一些资料是给外籍看护的 因为有时候照顾的过程 等一下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下 照顾上沟通是一个最大的困难 那那个常常外籍看护会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说我拿东西我不知道 然后就在那边 或是说干脆就不跟他讲话 反正我们大部分外籍看护来照顾 就是确定他不要有安全的疑虑 让爷爷睡觉睡觉看电视看电视 反正他就不要脱离我的视线就好 那我会觉得很可惜 因为还有很多可以跟他互动的方式 那所以我们会整理在一个QR Code里面 然后到时候就是这里面的QR Code有说 资源刚刚说的那么多的资源去哪里找 还有预防诈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 他如果会到处往外面跑不知道怎么回来 我们有失智的手链 有失智的手链是在这一块 然后呢 甚至是这个甚至我们也可以到银行 那个警察局去指纹按捺 所以当被找到的时候就对指纹就知道了 那失智者同时也是可以申请身心障碍手册 那身心障碍手册就有一些 譬如说身障的停车位 有时候要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 他是免费 甚至你陪他因为失智者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让他多多跟环境互动 所以他到一些什么 譬如说国家的公园啦 或是譬如说我们的那个国家科学博物馆里面有那个温室花园 这些门票你只要是陪身心障碍者 你推着轮椅或是陪伴着他 陪伴者是免费的 那很多的这些福利 那万一他有财产的时候 这个监护宣告 怎么去预防 最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很多失智者他还会继续骑车或是开车 他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问他说万一他发生一些小小的差撞 然后他回来了 汽车可能在哪里撞到 不知道 是你撞人家还是人家撞你 不知道 不知道啊有没有警察有报案吗 不知道 他都忘记了 因为短期记录就忘记 所以如何劝说他们 不要开车不要骑车 这是很多家属遇到最大最大的困难 我们曾经有家属 因为不让他的爸爸骑车把那个 钥匙藏起来 那失智者其实因为他就是判断力变差了嘛 然后他又是比较额叶型 就是情绪比较暴躁 他为了找不到钥匙把整个机车拿起来摔 他又因为很高魁梧这样把机车整个摔成碎片这样子 这反差非常大 很大 然后家属真的是没办法抓都抓不住这样子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方法 那如果以上说的这些 哇我真的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陪伴着我 或是一步一步带我怎么走 那大家就可以求助于这个失智共造中心 那我要真的鼓励大家 其实失智症很多的东西只怕你不用不知道 不然的话其实每一个失智症的家庭 我们都希望两相安 照顾者跟被照顾者都要过得好 那所以呢这些天使们都是在很多的失智的场域 有失智症的组织失智共造中心 他们都是专业看过好几百个case 能够给你很多参考的意见 那即便有家人 有时候有的家人就开始意见不同 比如说不用了啦 妈妈这么老了还让他出去干嘛 或是说就请一个外籍看护就解决所有的事情 对于照顾的这一些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 那在朝照2.0里面也有一个非常好用的资源 就是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中心的概念 他们叫支持服务据点 那这里面的这些社工专员们 也是特别会协助家庭来讨论这些议题 所以以前传统上我们都女教说这加来输 那这些专业人员都是等着在那里帮助大家 让大家咨询 然后有时候一步一步可以带着陪伴着你走 那这样子相对来讲就比较不会出差错 而且呢比较大家准备好了超前部署很重要这样子 那现在呢政府在我们这个区块也相当重视 因为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老年化 在刚刚我们子安老师也有提到说 如果确诊确定是失智症的话 这中间的一个时间大约会是12年 这感觉就像是我们的12年国教 每一个阶段都有它需要部署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借由我们政府的很多资源 老师刚刚提到的我们千万不要害羞 但是对于我们的照顾人 有时候会很紧张是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家人沟通 是是 比如说带他去救医呢 或是已经确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之后的一个沟通 这个也都是很难耶 对很难的原因其实是因为 其实我们家人之间 可能有姐妹的关系 有夫妻的关系 有父母的关系 其实这个已经存在五六十年了 比如说如果是老夫老妻 可能是六七十年都有可能 夫妻之间的互动 忽然间有一位失智了 你要用进入他的失智的脑部的世界 去跟他沟通的时候 其实不容易 而且你要转个头脑 譬如说他可能想出去 然后半夜说我要回家 半夜了你把我叫起来说我要回家了 那么快的啦 像我们有 譬如说他会在他女儿已经在跟女儿住了 女儿在照顾他 半夜的时候跟女儿说 不好意思 我打扰你打扰到这么晚了 我应该要回家了 女儿说 爸你要去哪里 这个你就住在这里啊 这时候跟他争执这些事情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一心一意觉得 他这就不是他的家 那这个就是他生病了 他判断力 有可能因为他要回家 为什么要回家 长期记忆地 他的家就是那个小时候住的那个家 就像主持人说 以前他住的家在哪里 那所以有时候都会回到过去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沟通怎么办 你一拉着他半夜两点钟 你自顾要干嘛 也有人半夜两点钟起来说 他要去上班了 所以沟通有很多的方法 有需要学习 那基本上我们就会有说 有一点点叫做 我都会告诉家属说 三个美感 然后三个重点 一个就是配合演出 一个就是转移注意力 一个就是拖延战术 这三个如果记起来 一般来讲 很多的遇到这种沟通的 这个困境的时候 都可以迎刃而解 那我就举例来讲 半夜两点钟说要回家 是 蛤 你要回家哦 配合演出 好吧 吧 我就带你一起回家 没什么暗暗 有点危险 所以我们就出去 我们就回家吧 就反正晚上 是啦 没有错 半夜你要起来很烦 但是呢 你就出去走一下下 走一小圈 当作是运动好了 走一个过场 大概走个500公尺 回来 就回来 绕回来自己的家 门口就说 到家了耶 这样 然后父亲可能就会说 对哦对哦 到家了 好就进去了这样 因为失智症的原因 到差不多中度以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这个沟通 这样子的方法 应该都可以成立的 因为他短期记忆力忘记 他其实已经有点忘记 他刚刚在吵着回家 但是你就带他回家 你的确带他回家了 OK 好就回家 晚了赶快回来休息了 OK 这是就是配合演出的概念 那拖延战术有点说 爸你现在晚上两点要回家 等一下等一下 外面可能下雨 外面可能太冷了 你稍等你让我去好好 你去拿一个外套 你让我去拿个外套 然后穿个鞋子 然后明天早上我要煮饭 你先让我洗个米 先把那个饭煮下去 然后我再跟你一起回家 这样 你就说用一两个说 好像很合理 我要去穿个外套 我要去准备个雨伞 这叫拖延战术 然后呢 说不定你弄好了 说好我们可以回家了 他已经忘记他要回家了 所以很多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这样子 或是转移记忆力 也有可能是 针对他自己个人 爸要回家 回家 我跟你讲回家 我们可能要等到明天早上 我们可能要买个豆浆油条 回去 然后大家 那个家里可能有人需要早餐 所以我们就 明天早上要买什么 你想要准备什么早餐 给他们比较好这样 所以我们来想想看 是三明治比较好 还是豆浆油条 转移 注意力了 他就跟你 现在你在讨论 现在要准备什么早餐 这样子 他也忘了他要回家 但是我现在说起来很容易 但是遇到每一个状况的时候 都会不一样 譬如说他一直要 去拿一个什么东西 或是他失智者 有时候就是很固着的一些行为 或是他会告诉你忘记了 什么都忘记了 然后你会很生气 很生气 说你怎么会忘记呢 这样我们也有家属 因为这样就要训练他 然后军事训练 把他真的是 真的是很可怕的军事训练 当然这些都出自于好的用意 家人都希望他赶快能够好一点 但是方法用对了吗 是不是对他的这个 譬如说他是轻中重度 还是他是哪一类型的这个失智症 其实现在都有方法更对焦 就像您说的12年国教 你不会针对一个小学生去说 你现在给我讲20个英文字 现在可能有一些小学生会啦 或者是来念化学 对对你说什么这个周期表帮我背出来 你不可能面对一个小学生这样做 那但是你如果对一个高中生说 现在给我背99层发表 他也会觉得你是把我争孝的 你以为我是谁吗 所以这一类的东西 现在坊间都有一些家属的课程 或是说我们工作中心也会跟你讲 怎么样的方式来跟他应对 遇到的问题怎么办 那真的我们也遇过很极端的 譬如说爸爸生气起来 不认为他是他的女儿 反而是你是共产党 你给我走开 要拿着刀要去追杀他那个共产党的人 其实是他照顾的 唯一剩下照顾他的女儿 那这个很紧急 所以平常就是需要有一只这个天使电话 赶快打电话来说怎么办怎么办这样 那当然看安全状况 或是说有一些沟通技巧 我们就可以告诉这些家属这样子 在照顾失智症的家人呢 必须要几乎是24小时待命 这样真的是身心俱疲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神队友 我们的资源来帮忙 也需要有更多人的来鼓励 我们这样的一个家人 如何来照顾我们的生病的亲人 那想要请问慈安老师 就是在我们如何鼓励 我们这样的一个照顾者 还有说希望能够达到大家身心灵 都是健康的一个状况 好大家试想 如果一个病程是12年 然后你随时会担心 他会不会出什么状况 如果还是在你家里还好 如果他是跑去外面去搞了什么事情 回来捅了楼子的时候 很多照顾者是说 我24小时随时待命 真的是担心到不行 所以睡觉也睡不好 然后种种有一些社会关系 邻居也很生气 因为我爸爸可能跟邻居 说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那负荷压力真的很大 很多照顾者说 我知道他生病了 对你们都告诉我说 不要怪他 因为他生病了 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总是会好生气 甚至有时候甚至动了手 都不一定这样子 那我们有一位个案 这些个案其实都是有经过同意 所以我可以讲 他就是妈妈以前就是在做回收 她本来的工作就在做回收 她失智了之后 她还是有这个习惯做回收 只是判断力没了 该收的不该收的 所以他把那个什么吃过的便当 人家饮料还剩下一点点 脏的东西全部都收回来 所以他说救命啊 我妈妈乱走收东西回来 我还要家里蟑螂什么老鼠都有 所以照顾者的负荷 其实是我整理了一下 大概非常非常多 有时候是生气但是愤怒 然后有时候又无助 有时候觉得都没有照顾这么久 我也没有被兄弟姐妹其他人感谢过 然后愧疚 有时候觉得说好像他出去 刚刚说发生了交通意外 哎呀我如果不要睡午觉 可能看着他 他就不会偷跑出去 很多然后悲伤愤怒这些 那这么多的负荷在一个身体上面 其实我们都会说有时候甚至在国外的研究里面 如果是老老照顾 照顾者真的比那个被照顾者先倒下 高达25% 就是真的是累坏了 累到整个身心俱疲 或是现在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的 不想看到的就是照顾悲剧 干脆啦我们两个都老了 就来同归于尽啦 我把你怎么了 然后我自己也怎么了 这样子就轻生了 所以这个随时我们都会希望说 当你有很多的情绪的时候 你要知道 我用一个方法就是说 当我们被蚊虫咬到 我们会想说土土药膏 当我们刮到了 我们说OK棒来一下 我们手扭到了 不然沙龙帖子贴一下 你会这么样照顾你的身体 但是刚刚那些情绪的心理 每一个都是刀痕的概念 我生气我愤怒我无助我孤独 我愧疚 那你都不出力吗 所以如果深陷在这个照顾上面 有负荷压力的照顾者们 一样的现在有很多的神队友 我们有照顾的课程 我们有支持团体 我们也有抒压 让你可以来短暂的抒压 然后放下这个被照顾者 我们也有到家里教你怎么照顾 现在政府有一个 这个整个照顾者支持据点 我们可以到宅去技术指导 然后如果你真的心里纠结得太严重了 像有一些甚至是文化价值观的问题 我不敢请外面人照顾 因为其他的亲戚朋友们会说我不笑 但是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也有心理师可以心理谐谈 聊一聊比较快活一点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照顾者能够善用的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做一个聪明的照顾者 这些善用这些资源 善用资源不代表你是失败者 你是不孝的人 反而是善用这些资源是让你有很多的刀枪 实战像哆啦A梦一样这样子 你可以随时应付 你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假死吧 这样可以来走这个长长的路 因为12年你把它比较成是国教 我把它比较成是跑马拉松 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有补水站 也有补饼干站 遇到什么还有救护站 所以每一个照顾者身边都要有这些补给站 随时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这些人都可以在那里协助你这样子 在照顾上面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从原本我们是被照顾的孩子 长大了到了中年成年 然后进入开始来照顾我们的长辈们 这也都是我们要做学习的 在这个单元非常谢谢我们的慈安老师 来到节目现场 来跟各位观众朋友说 很多有关我们失智症照护的一个资源 在荧幕上的一个QR Code 也欢迎大家能够拍照起来来做留存 来成为大家的一个神队友支援的一个政府资源 今天非常谢谢慈安老师 谢谢 谢谢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同一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我们下次再见 再会 再会